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很開心 我們進入了櫻花季節 終於春天 冬天過去了 我們看到後面有很多櫻花 其實我叫這裡有一棵 不過剛剛是早櫻 所以是最小的那些 今天去看的一間屋是在Richmond 是一間獨立屋 其實就是我身後這一間 它是corner lot 我們的地位是Number One 隔Francis 這一條就是裏面兩條的小街 叫做Rosamond 前面就是Diamond 它就是corner lot的位置 所以大家看到這邊外面也很空曠 都可以自己比較自由地泊車 因為corner lot 大家會看到它這邊的窗 看出去就不會馬上是House 就是有一條馬路仔 還有一些樹牆 比較開放 我們來到這一間屋的正門 其實地址是9131 Diamond 這間屋的年份它建了大約10年左右 所以大家看上去的外圍 都是比較新正新款型的屋 其實真正屬於那個屋主的土地 大家看到圍牆以內的 外面這些其實是政府地 這間屋的佔地是8100呎左右 室內的面積大概是3700多呎 分上下兩層 前面有三車褲 這些位置其實都可以泊車的 包括Gate裡面還有泊車位 正門就是這裡進來 整間屋因為是corner lot 所以會比較闊 待會大家去到裡面 看到它後面除了dining area 旁邊還有media room 都可以出去有一個大花園 不如我們可以先看看花園 大家過來看看 這裡就是正門進來 還有一個porch的位置 這裡有一條小小的workway 可以去到後院 這間屋其實是左右兩邊通道 都可以去到後院 我們現在走其中一條 這邊是鋪了石屎路 這裡也有一些花 本身是植物 這一個就是後院 整間屋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才說其實很闊 一路後面都可以由陽光進去 這間屋的方向 後面這邊是向西邊 前門是向東邊 這個位置也是草地位 這裡門進去就是living room dining room的area 然後樓上這裡有個露台出來的位置 其實是主人房 所以主人房是向內圓這邊 這裡還做了一個台 可以放在home depo買的小屋 這裡就是我講的另一邊通道 它也是安裝了冷氣的 冷氣的散熱器就是這裡 這裡可能少用這個出入 所以就多雜亂一點 垃圾桶就平時放在這裡 這裡是正門 這邊就是living room 我們現在一起進來看看 大家快點跟我進來看看 外面很冷 我們現在進來屋的室內 首先這個位置就是 大家看到樓底會特別高 上面也裝了一盞很大的吊燈 然後房屋進來 首先會看到上去的樓梯 右邊這邊就會是living room 現在看到屋主也放了一些歐式的傢俬 比較大件 每一件都很大 還有很多座 所以我不太能走進去 其實這個空間也挺大 然後這個living room的位置 都是向著東邊 它是corner lot 所以這兩邊窗外面都沒有遮擋 然後這邊進來就是formal dining 這張餐桌現在是圓的 放了六個位置 而且這邊還有一個凹位 可以放一個顯示器的酒櫃或者碗櫃 這裡整邊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窗 會特別光晚 來到這邊 有道門可以關門 就是kitchener 廚房這邊 不如先進去看看這個中廚 這個中廚其實做得很深 最進去是洗手盆 有窗可以開啟 可以讓你炒東西的時候通風 這裡是五個分得很開的 現在已經搬走 所以大家看到櫃很多 都沒什麼放東西 這整塊都是石 包括back splash 都是做了同樣的物料 然後櫃底也有燈可以開關 上面是有儲物的空間 這裡還有一個雪櫃 開完的話要先進來關門 等待會暫時開到這裡 看完那個中廚就看看這個主廚 它的面積很大 這邊有一個L形 然後再加上中間有一個倒 裡面已經是gas櫃 所以這裡已經是電櫃 它的廚櫃是深色 這些全部的儲物空間 都會是到頂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下面 這裡打開其實也是一個櫃桶空間 你放東西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它其實是induction cooker 上次我記得跟大家分享 Bofo的DowntownPenhouse 都是用類似這個 不是我們本身的電爐 它其實是電磁爐 它就變了會沒那麼熱 煮完之後再放東西上去 也不會馬上燒溶一些塑膠 這些全部的櫃都是實木的 也有轉盤 可以看到 也有Gaburator 也對著窗口 可以看自己後院的風景 剛才門口向著東 我們這邊就向著西邊 所以這邊到下午開始 陽光會比較亮 下面還有空間可以放東西 手工碟機就安裝在這裡 這個island主要是儲物 以及準備食物多 因為它真的可以坐的位置 主要就是這裡 這裡可以放巴椅 其他這邊大家看到是櫃桶 然後我們這邊 全部都是比較深的櫃桶 可以做到進去的 可以放東西放很多 三格櫃桶 我想前後也是三格 這邊和那邊 這一塊pantry wall 就是放食物和雪櫃 加上焗爐 這個整個是可以一個個拔出來的 微波爐就陷在這裡 然後試完Panasonic 焗爐是大大小的 牌子也是Genea 下面還有一個 可以用暖櫃桶 放一些東西 雪櫃是雙門的 現在裡面也沒有什麼 清乾淨了 剛才我們來的時候 有人在做清潔 下面是冰櫃 還有一個書桌 可以放一張椅子 來到這邊 大家看到空間的位置 其實是早餐桌的地方 這裡已經可以去到後院了 這邊 全幅都是石屎地 然後後面就是草地 剛才看了廚房 這裡是living room 客廳 也是同樣 跟家庭一樣 屋主比較喜歡大型的傢俱 可以放得到 可以放得到這麼大 所以大家感覺 好像很多東西 這邊也是裝好 跟廚櫃 一個系列的儲物櫃 上面放在電視下 裡面有火爐 這個位置也是open to above 所以剛才廚房的 施力是9呎 這裡會再高一點 去到上面 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行走廊的位置 待會樓上可以看下來 大家可以過來這邊看看 由家庭再進來 這裡還有一個 你可以當它是medium room 我們剛才看到另一邊 可以延伸過來的後院 還有一道門開 也是通往後院 我們剛才從前面的位置出來 現在來到後面的medium room 這裡有屁股 那邊有屁股 這邊中間是開通的 可以放沙發 這些東西在這裡 這裡是medium room 大家可以想像 放一些沙發 在這裡 螢幕貼在那邊 大家在這裡看電影 看電影 在中間出去 偷偷 這邊還有一個套房 這裡會有一個大一點的雙門衣櫃 可以走進去一點 有些櫃位 中間還有一個玻璃 可以透光出來 這邊就是一個 空泡 可以洗澡 也可以浸浴 然後這裡是升盤和座廁 走廊的這邊 首先會有空泡 空泡有一個洗手盆 下面也有儲物空間 這裡整個桌面是儲物空間 身後這道門 其實是通過車庫 我們剛才在外面看見是三車庫 其實空間就是這樣 其中一道小門就是這裡開 另外還有兩道大門 現在屋主都因為收拾東西 所以也有些箱 在這裡 所以有些箱 在這裡 這裡是機房 供應全屋暖水的熱水池 在這裡 這部是地暖水的機 因為這間屋的取暖系統 不是吹風那種 而是地下鋪了一些暖管 發熱 我們叫radiant heat 那部機就會在這裡 看到下面有些紅色的暖管 身上在地下 其實就是這些一管 一邊穿在地下 分佈在家不同的地方 讓你走到哪裏 地都是暖的 這隻熱水會不會那麼乾 因為我家吹風 有時感覺上會乾一些 看完空間之後 我們走回這條走廊 旁邊還有一個Powder Room 因為剛才全層 除了Full Bath 是屬於Sweet 如果是客人來的話 或者在廚房這邊 可以用Half Bath 其實升盤也有很多位置 下面也有空間 走回這條走廊 又會經過凹凹位 也可以關門 整個後面的廚房空間 和前面都可以用門隔著 然後我們走回前面的樓梯位 回到正門這裡 這邊是樓梯底的空間 現在有很多東西 不要說話 然後這裡有一個進入床 剛才如果帶門進來 要放鞋 那些就會放在這裡 剛才門口位 我們一下就轉了去 生活房間 沒有看到這邊 其實門口進來左邊 其實是書房 沒有衣櫃 但有一個大窗 看著正門 可以放書桌 或者其他空間 不知道大家可以用來做什麼 現在我們上樓看看 樓梯開始向上鋪了地毯 然後我看到樓梯這些位置 也有裝燈 所以晚上大家開了 就不用說一定要開全屋的燈 上來的空間也很空間 因為它不是馬上對著走廊和牆 有一個open area 這邊看下去的吊燈位 還有前面正門也有個窗 有些磨砂的設計 有些光可以進來 走廊這邊 我們剛才在樓下看到一間套房可以睡 其實樓上還有四間房 這兩間睡房 也是通中間有個洗手間一起用 我們先看看這間 這間房 這間房是通到我們房間 但因為旁邊沒有屋 所以沒有遮擋 衣櫃雙門 這個洗手間是互通兩邊門 設計是比較實用 如果有一個人要在裡面洗手間 其實他自己可以關門 另一個人還可以在這裡用洗手盆 這裡進來就是另一間房間 跟剛才是一樣的 雙門衣櫃 現在已經刺了 這間房間可以看到櫻花街 其實剛才我們旁邊旁邊的那條街 這裡有很多櫻花 我們稍後和大家出門再去看看 現在看了兩間房間 一個褲巴布 然後他們這兩間很適合做小朋友房 在那邊打遊戲 什麼都好 就不會吵到主人家 來到這邊 我們看到後面的住宅 也挺高的 其實不知道這裡掉下去會不會靜掉 會 好 好 這邊的窗窗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或向西 都會很光亮 上面的窗窗 會長期關掉 然後來到這邊 這裡是另一間套房 現在這個是Kingsize床 還有一間床頭櫃 這個房間是向東的 望回前院 這邊有自己的套廁 這個套廁比剛才的感覺上 細分少少少 沒有那麼長 又闊一點 這邊有自己的walking closet 做好一些organizer 最後我們去看看主人房 經過主人房之前 旁邊的粒槽位 都做好了櫃 中間這裡也有鋪的石 可以再放一些毛巾 放一些雜物 吃了什麼 不知道 這麼塞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做了石又沒有 我覺得可能一開始 是沒有櫃 是沒有櫃 可能屋主可以想想想 好像沒什麼用 上面空了 不如安裝櫃 這是我想像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來到這邊 這是雙門可以開啟的房門 可以開啟或開一個 這是主人房 左邊是walk-in closet 這邊也可以走進來 裝了很多organizer 不同的位置可以摺衣服 放衣服 這裏就是主人房的空間 這樣 聊天床 再放床頭櫃 這個闊度比起剛才 會再闊一點 主人房有一個自己的露台 出來可以呼吸新鮮空氣 可以看周圍的景觀 正對著這邊 也是另一間屋 不過這間屋的旁邊 沒有什麼窗 一個小窗 所以感覺上不會太不公開 床頭空間這邊也很闊 還可以再放床 這個闊度 現在放了梳妝桌 如果喜歡看電視的朋友 可以再放電視櫃 我們去看看套餌 套餌 套餌是五層 立即走進來 已經回音 這裏是兩個面盤 下面有儲物空間 中間還特意做下 可以讓你坐 可以在這裡化妝 有些櫃桶可以放東西 也有電掣 這裏有一個按摩浴池 有一個大窗 還有上面的窗 可以開來通風 另外這邊還有一個露台 這個露台 也有按摩的效果 然後這裡可以坐 如果老人家 要用這間房子就不會太辛苦 這個可以手掛 Rainhead會放在這裡 樓上總共四間房 有兩個套房 另外兩個房間 就分享一個洗手間 樓下再加一個套房 然後來到走廊位 就是很通透的前後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下面 然後走到樓梯位這邊 我們又可以看到前門 我們現在再去旁邊環境看看 我們現在看完房子的室內 我們去附近配套的mall 看看 剛才不記得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這個也是一個電閘的 可以自己關上多些安全 其實由這邊 這個鑽柱開始 去到corner那邊 已經是80呎的frontage 面寬了 還沒計算 另外它對著Rasselman那邊 那邊的街 也還有它的闊度 這間房子的土地面積就是這樣 看看我們的地位 是No.1的Francis No.1是南北 Francis在這裡 那我們的房子是在裡面 我們就是Rasselman 夾Diamond的這間corner lot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Lot是正正方方的 然後佔地8126呎 房子的尺寸加起來 差不多接近3700呎左右 這個測量差一點 這個測量 小學校網的Dixon在這裡 3分鐘左右就能走過去 中學校網就要過一個 No.1 Road Bloid這一間 旁邊還有一個community center 生活配套的話 最方便不用開車的話 就會是過馬路去這裡 這個是Sea Fair的Mall 所以整個7分鐘的距離 這個圓圈 大家就可以到達中小學 和生活配套設施 如果再走遠一點 15分鐘的話 大家可以走到海邊這條trail Richmond Center Lancer在這個位置 魚人碼頭在下面 如果去Richmond Center 和魚人碼頭 都有個巴士線 去Richmond Center 25分鐘左右 到魚人碼頭就快一點 10分鐘左右 但如果是開車的話 其實10分鐘 12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Richmond Center 好的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這裏 步行距離7分鐘左右 我們開車一分鐘就到了 這裏有個Safeway Safeway裡很多時候 禮拜都會有個Starbucks 還有一個BMO的銀行 可以提款 我們一路走過去 看看這個Mall 還有什麼其他配套 Safeway是比較西式的超市 都是比較大的超市 旁邊我們就開始見到 有些餐廳 有Takeaway的Sushi 也有些小的Farm Market 好像漁夫市場 農夫市場 買些蔬菜 少許肉類 這間就專門買肉 這裏有Shopper's Shop Mark 去襲這些細小小的Plaza 都通常會有Shop Mark 可以買一些生活用品 旁邊的Liquid Store 有酒牌可以賣酒 對面 我還看到這裏有展後拍的地方 都有Blend's Coffee 還有CIDC 如果大家不想駕駛 Central Find R.O.C. 即Witchman Center 其實來到這個Mall 走過來 都已經有很多Plaza 如果你說忘記入油 對面馬路就已經有Petrocanada 剛才跟大家去完超市看 我們不如去一些野生自然的地方 我們駕駛了三分鐘 來到這個Trail這邊 即是最西邊 看出去就是海那裏 其實這條Trail 一直可以去到魚人碼頭 現在向南的話 向北的可以上去 看到Gatron River Road 我們現在就在中間那一節 最近一間屋 這裏也有一排小小的屋 而且也很有設計特色 大家看到五五眼六色 都是看著海邊的 好 我們走這裏 這裏已經是整個Richmond 最西邊最西邊 這裏還有一個淺灘 有些草 再出去就已經是海 人們通常會在這裏走路 或者踩單車來散步 呼吸著新鮮的空氣 我們這條Trail 由南邊 魚人碼頭 一路到最北邊 River Road 差不多是五公里左右 一路可以走位踩單車 去到最北那邊 再轉右 一路再延伸 還會再有多兩公里 所以如果大家是 喜歡活動 每天來山下步 踩單車 你可以走完 或者走完那一節都可以的 再次走到北上 沙甲 在沙甲 放入水 在下部 加熱水 降下 太陽 澳香 放入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什麼? 上面有很多 不要啊 等一下會被它襲擊 我剛剛嚇過一隻 有鷹啊 白頭鷹啊 白頭鷹很漂亮 它飛得這麼低 這個是海鷗 很生氣 我們可以來了 啊 所以大家看到櫃很多都沒什麼放的 那我 我開了這個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阿溫哥說我地產經紀 今天給大家一個快更新 之前也有朋友一直在問Georgia的Anthome 在羽羊碼頭附近的城市 其實現在呢 後排A plan 即是 大家看到我的影片裡面 第一個show home 很寬的那個 三房那個townhouse 其實還有三間的後排 包括其中show room 但是發展商現在都沒有release出來 即是都不能買 那位置都蠻長的 如果大家說Georgia沒得選的話 另一個選擇是Heron 其實是他旁邊的 我想走路五分鐘距離 那是另一個發展商的 那我這裡呢 也有少少的floor plan 還有一些option 那他的後排 也是類似Georgia的 是兩邊的 那 但是他的特色呢 就是他會有太陽能板 還有他的size 還有他的size 你不要吵 size都會大一點 1800